走進大英博物館 中國隱藏的世紀特展 迎面而來的是這幅拖映技術 製成的大清萬年一統地理全圖 一七九六年滿清帝國的版圖 涵蓋了超過全球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是世界歷史上最繁盛的帝國之一 但十九世紀接連不斷的內亂 和對外戰爭 加上革命運動 一九一二年終結了兩千多年的帝制 開啟了共和 這段衝突與動盪的年代 在政治文化已經新技術的推動下 也激發出無與倫比的創造力 當時有數百萬人死於戰亂 展覽有一部分專門介紹軍隊 世襲的滿人精英部隊 像是這幅三公尺長 明末清出正白旗將領時停住的畫像 1796到1912经历了六位皇帝 三名成年 三名未成年 期间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统治了47年 一件融合西欧与东洋技术制成的长袍 让人得以一窥慈禧所想的荣华富贵 大英博物馆伦敦大学在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的赞助下 和14个国家100多位学者同力合作 花了四年的时间研究策划这场特展 展出的艺术时尚报纸家具甚至是煮汤的食材 呈现出19世纪变动的时代里 大清帝国上下阶层的生活样貌 中国隐藏的世纪特展5月18号起 将在大英博物馆展到10月 东西新闻往后了编译